对于身体、深层的疾病 像是甲状腺功能、脑部病病等等 都需要更精密的仪器来做检查 联合医院为了要提供民众在就医的时候 做出更有效、更准确的判断 特别引进了新的仪器 设置核子医学科 让民众不必奔波到其他医院做检查 就能享有更准确的医疗品质 一包、两包、三包、这么多包药 万一吃错了,不只会延误就医 也会对身体造成二次伤害 为了提升治疗上的准确性 市立联合医院特别添购这台仪器 以后如果身体有比较深层的病状 例如甲状腺、脑部病病等等这些 全部都可以检查出来 就是市立联合医院 现在增加这台核子医学的噪影设备 那不同于传统的核子医学 它还增加了一个电脑断层定位的功能 服务我们的患者 因为本院相当多的患者是乳癌的患者 那侦测骨骼之类的一些转移的时候 骨头之类转移的时候 可以用电脑断层定位 很精确的去抓出这些骨骼转移的位置 那做其他的检查的时候 也有相当大的注意 核子医学可以藉由影像融合 来侦测人体各种不同部位的生理活性 而在临床上也可以提升肿瘤组织的判断 癌细胞有没有转移等等这些问题 都可以做出更准确的判断来提升服务品质 因为之前在做核子医学的这些检查的时候 往往需要转院到其他有核子医学科的医院 所以在效率上面都有相当的延误 那目前的话医院自己建置了这样的设备 跟成立科室之后 可以很快的服务患者 可以直接在医院里面就完成这样的检查 以往如果病患有转诊需求 必须转诊到其他的教学医院来做检查 会多花二到三周的时间等待 但现在有了这台机器 民众未来就医的时候 就可以多了一项新选择了 港都新闻秋萍奇红夫人采访报导